大理区台74线快速道路底下的大卫桥旁 有一条6公尺宽的道路 只剩下短短30多公尺 就可以打通到大卫路 不过当初在开辟时却没有一并来打通 行程有路却无法通行的无尾巷 所以经常有许多不熟悉路况的人的误助 还得要倒车回头 而在明代的要求下 市府计划要打通 而这一天更举办了一场公厅会 来请听地方新声 公厅会上民众轮流说出新声 大家期盼大卫桥东侧道路打通 连接到大卫路已经多年 因为当初国公局在施作台七四线快速道路底下平面道路时 并没有一并打通这条道路 如今造成有头无尾 叫点有车能盡 Everyday 车车车轟動 pressed 叫一点 通照 车车车轟動 直接引 foreign isions 产生 一位аль官中的那种設備 公历间针散 执行远 别再耳术 保证 这个 aggression 当初我们建� ہے 因为美元 不是一般的我們說 打一個十字路口就簡單過去了 地方表示大衛橋左側有一條通行多年的道路 是環中東路通往大衛路的捷徑 不過道路傻小 雙向通行的汽機車 一不小心就會發生擦撞 如果右側的尾巷能夠打通 就能夠規劃成雙向通行的單行道 對這裡的交通大有注意 對於說解大衛橋交通瓶頸的問題地方樂觀其成 不過屆時會有一小部分工廠廠房必須要拆除 敏黛則是建議提高補償 道路設計也必須要兼顧安全 希望讓這條道路盡速打通 接下來是秋風台中廠報導